拆彈的部分 這邊信傳媒寫了一篇說 郭台銘在等待單飛的說法 單飛是那個演藝圈的用詞 但是我覺得其實 應該不是叫做單飛 如果我們本來是一個team的話 那應該叫拆火 是一個拆火的說法 國民黨要展開四個拆彈的行動 要火速化解危機 那這四個拆彈已經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 他說包括什麼 第一個就是澄清徵召的時程 因為徵召時程 他不是講說我們其實四月 就已經跟郭董講得很清楚 就是五月十七號 可是光晴姐說 沒有 你是四月二十八號 而且還是因為我聽到朋友說 我再去問黃靜庭 到底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從頭到尾 都不是黨中央主動告訴我說 就是第五月十七號了 反而是我從外面聽到 小道消息之後 我想真的假的 那我再去問一下 問著 問著 發現我真的是這樣 他才覺得說 那不然能怎麼辦 你的時間都已經改了 我只能且戰且走 他後面講第二個拆彈 是說徵召的依據 就是什麼民調 內參民調 反正他們有自己一套說法 我們這是公平公正公開的 第三個叫做高玉仁 有沒有介入選舉這個部分 葉原資有出來幫忙講 說那個參會不是那個樣子 從頭到尾也沒講到總統選舉 好 Fine 最後澄清扭鬼蛇神 扭鬼蛇神有沒有講 有 但是他現在扯說 不是說那些人 是說白人 那別人又是誰 那我請教 我請教 你覺得這個是在拆彈嗎 感覺國民黨好像終於經過五月十七號 到今天已經五月二十六了 經過了十幾天 總算議會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其實這些問題可以不必發生 這都朱立倫一手造成的 你說好 他這個澄清不要說我不相信 可能郭台銘也不太會相信 因為他是當事人 絕對比我們更清楚那個過程 郭台銘是四月十八號說 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國民黨早就跟他講 是五月十七號會徵召 郭台銘何須到四月十八號才講說 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因為他明知不會有一個月了 你做民調做好幾份的話 至少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個澄清只是 但是他不是講給郭台銘聽 他是講給國民黨的支持者聽 就說你看我們對郭台銘 已經人自益盡 如果他在不管是獨立參選 或是跟柯文哲合作 那就是叛黨 那就是不團結 還是回歸到五月十七號之後 人家不是國民黨的嗎 國民黨就是這樣的 一套說法就對了 國民黨永遠是一個雙標黨 就在國民黨裡面 黑道叫更生人 在民進黨叫黑金 然後當你覺得 需要郭台銘的時候 他就是黨員 當你覺得 他要來跟你搶總統位置 說你沒有黨籍 反正國民黨永遠雙標 他其實還是回歸到 一開始那個所謂的 團結的大帽子 其實還是 只是他現在把團結的大帽子 用一個比較其他的 看起來比較美化的方法 去包裝他 他還是用團結這個帽子 扣在郭台銘頭上 那郭台銘接下來怎麼做 我覺得其實這個衡量的問題 沒那麼複雜 你從人性的角度出發 郭台銘 希望政黨輪替 希望國民黨執政 希望 郭台銘有沒有氣 有氣 所以其實郭台銘現在在做 就是這兩個情緒的衡量 就是我比較希望 政黨輪替 還是我比較希望出這口氣 因為他如果變成第四組的話 那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在保送賴清德 這一點郭董不會沒想到 他身邊的人也會跟他 也一定會跟他分析 郭台銘如果不被國民黨提名的前提之下 最有可能當選的機會是郭柯佩 郭震 柯富 可是這條路線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柯文哲一看到侯友宜最近民調 應該是睡覺都會流口水 流到枕頭都髒了 所以呢 郭柯佩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不可能了 已經不可能了 柯文哲在看到侯友宜的情況之下 他不會同意說我來當副手 好 那如果沒有郭柯佩 郭台銘要獨立參選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會贏變成四組 我個人覺得郭台銘贏的機率 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看郭董要不要賭這一把 他連署二十八萬人 絕對不是問題 那光鴻海的員工加眷屬 大概就二十八萬人超過了 所以絕對不是問題 可是他有沒有可能如剛剛 這個 于將軍講的那種方式 就是我展現實力給你看 然後到全代會之前 你看看嘛 侯友民調如果繼續往下調的話 你們要不要考慮一下 當然這樣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可是我一直在想說 朱立倫其實他有一個創傷後症後群 所以現在郭台銘這幾天 你從他的動作看起來 他顯然應該還沒有做決定 他還在評估說 我接下來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好那郭台銘你如果想不到 你師出有名 所以這個以前古代要打仗前 都要寫一個習文 就是說我為什麼要打仗 就師出有名 我是正義之師 郭台銘我提醒你 你在從美國回來 在桃園機場開記者會的時候 你講過一句話 你說如果在公平的民調之下 我輸給侯友宜 我全力支持他 你的前提叫公平的民調 那你自己問你自己 你覺得這民調公平嗎 如果公平的話 怎麼會現在還在那邊 喊扣工 喊扣鞋 陳宇貞講的 你做民調時間都是挑 郭台銘造勢活動的時候 就是我們郭粉都在造勢場 你打電話到家裡頭 什麼意思 趁你病要你命的概念 好 那這個民調 然後黨部做的民調是這樣 你說外面這個媒體做民調 我跟你講 民調沒有人這樣看的 然後七份 然後加起來除以七 沒有人這樣 沒有人這樣看民調的 而且時間拉得非常長 你一定是在我最後面 我們民調會有個時間 好比這邊兩個要初選 按一個時間 然後這幾天做完 沒有人拉那麼長 拉一整個月的 所以有一位很有智慧的中常委 寫 不是寫信給黃光晴嗎 他裡面點到一點 他說這幾份民調 第一個桂亞講的時間拉很長 第二個 有一份民調只做黨內互比 而且那一份侯友宜 贏得特別多 他那一份就把平均分數 整個拉高了 所以這種民調 如果郭台銘覺得公平 那當然我尊重郭台銘 就當事人意見最重要 他覺得公平他就吞 那如果你覺得不公平 其實你是師出有名的 因為這民調不公平 所以我覺得 就看郭台銘最後的盤算是怎麼樣 錢那些對他都不是問題 他去年光鴻海鼓勵就90億 我就坐在這邊 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就有90億進帳 90億拿來選總統 其實是綽綽有餘的 而且非常充裕 所以根本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你要90億的零頭就好了 不用到那麼多 對 不過有錢人的休閒活動 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90億拿來選總統 就是說郭台銘 如果要獨立參選選這個總統 他甚至不用動到他的老本 你知道嗎 就他的鼓勵 這羨慕死多少人 多少候選人看到那個90億 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所以錢不是問題 現在就看郭台銘 你最後你的衡量到底是怎麼樣子而已 好 來 宇小老師再做補充 對 先看這樣的氛圍 本來徵召大事已經落幕 這叫做取忠仁善 或是準備下課了 那理論上按照朱立倫 跟國民黨的想法 那叫速導狐孫善 牛鬼蛇神自然退去 可是現在人家眼中的牛鬼蛇神 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待會再補充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雙方還在放話嘛 放什麼話 剛才煌哥說的 什麼叛黨的 罪人 這驗證了國共一家親 有一句諺語這麼說的 順口就說的 我說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我說你不行你就不行 OK 行也不行 橫批 老子最大 朱立倫現在的想法 橫批錢剛獨斷 老子最大就是錢婚獨斷嘛 所以說不順朱立倫 意的這個郭董 基本上就被太狂貼標籤嘛 甚至已經超前部署到 如果有一天 明年國民黨輸的話 那麼敗選的所有責任 不是我朱立倫 而不是國民黨 而是什麼 而是分裂的郭台銘啊 跟四年前某些生來人士 說得一模一樣嘛 這是國民黨那些放話人邏輯 簡單講又來了 把對付民進黨那一套 又來 怎麼弄 毀人人設無限上綱 單點突破 基本上下架不是民進黨 下架郭台銘 請問如果要和解的話 現階段為什麼這些藍營的媒體 什麼傳媒的 都會出現這樣的報導呢 是究竟是窮扣莫追 還是追殺到底 另外一邊 我們看 郭台銘說這個相見恨晚 好像得了臥龍跟鳳儲 看三國演藝都知道 一個叫龐統嘛 一個叫孔明嘛 現在有一個人叫做劉坤里 劉坤里也建議他說 你要走自己的路啊 走自己的路 才能扮演那個大軍師的 角色嘛 忽然劉坤里變成座上兵 變操盤手 還有呢 那個28萬 對不起啦 不要說 鴻海 有兩個人願意站出來 這兩個議長實力難得不夠嗎 左手何勝峰 右手謝典林 他們兩個人 弄不到28萬票的話 那怎麼當上議長的呢 怎麼可能呢 是地方派系的龍頭 所以這叫什麼 這叫成像起風了 而郭台銘如果不為所動 那也就算了 不會有什麼江湖素士啊 有在旁邊啊 搖旗吶喊 重點是郭台銘心動了 郭台銘不只憤恨南宵 而且呢 這時候覺得頗有道理 相見問海 天下奇才 其實啊 這只是郭台銘心裡的投射 而這些扛叫的人呢 基本上也不願讓他下轎嘛 最後一個結論 韓國瑜本來明天 應該要辦這樣活動啊 結果他出國嘛 各位想想看啊 如果今天 于北辰將軍請我去站台 我答應他兩肋插刀 就算當天有通告 我一定退 因為這種事情 基本上是發自內心嘛 而且患難與共 但是呢 我沒有這個心喔 之前 好啊 好啊 OK啊 那宇昌那一門喔 沒有 我當天接了四個通告 于北辰將軍 形容作何感想 請問現在狀況不這樣子啊 等下很多怪異的事情 韓國瑜在這個關鍵時刻出國了 出國了 什麼意思啊 避風頭 或者是讓我們來討論 或者是說呢 好啦 我不到了 但是那個韓粉 或是那個前民政局 不是 我跟你講 這些都是有脈絡的 記不記得四年前 你怎麼對我的 你能閃就閃 那現在我當然能閃就閃啊 我就算人在國內 我說人在國外啊 現在這樣 對不起 我說 人家韓國瑜這樣子 面對郭台銘或是侯友宜 還算是禮貌跟客氣 人不在台灣 你能怎麼樣嗎 侯友宜當初是什麼 我有公務行程 我有其他個天下的事情再大 哪有國民黨總統選舉 去站台來得大 你的事務行程 原來大家拿來看 是雞毛蒜皮之事 是局數首長 甚至副市長就會解決的事情 點滴在心頭 大家記在心裡啦